好来自韵律体操界的好消息 艺人瑞莎带着瑞心韵律体操的孩子 前往菲律宾参加国际比赛 一共获得12名金牌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得奖的选手 披着国旗到台上领奖 连上门是喜悦跟骄傲 瑞莎表示这一次菲律宾举办完雅锦赛后 就直接办了国际赛 给还没12岁的孩子们 包含李心飞、林雨洁、林湘宇、罗新如都来挑战 也当作是累积经验 结果最后选手们 赢得了所有她们参加的年龄项目 真的超骄傲 非常感谢大家对她们的支持 消息一出网友也纷纷表示 真的太棒了 谢谢你们那么努力 台湾有你真好等等 事实上瑞莎日前才在脸书上替选手抱屈 认为当初攻击她们团队的总教练 现在当上体操协会理事 更身兼全国比赛副执行长与裁判 质疑评分不公、刻意针对 如今在国际赛有好成绩 或许对她来说也是为自己争一口气 以上最近消息